有著偉大的父親被壓力跟期待擊垮的人 究竟能靠自己走出怎麼樣的路? 哈囉,大家好,我是姓 今天的鋼彈人物談又來到 光看人設快樂快樂未操縱 但是意外有內容的Edge系列 今天要介紹的是劇中人氣超高 人氣高到出自己的OVA Memory of Adam的第二世代主角 阿瑟姆明日野 這個最努力的凡人 都是在非新人類駕駛員排行榜上 有名的強大駕駛 到底是怎樣的人? 究竟在劇中有怎麼樣的表現? 才讓阿瑟姆的人氣高到可以自己出一部自己的OVA? 對了,講到阿瑟姆的劇情 OVA跟TV版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我盡量會以描寫比較完整的OVA版作為基準去聊 那麼我們就來追逐阿瑟姆在劇中的軌跡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鋼彈人物談 那我們就基礎人設來講 阿瑟姆17歲高中生 是我們鋼彈A局中第二世代的主角 也就是第一代主角 復仇鬼弗利特的兒子 沒錯 弗利特雖然愛的是遊靈 不過最後還是跟青梅竹馬的艾蜜莉在一起了 這一家的詛咒就是永遠不會跟最愛的人結婚 怪哉 身為大英雄弗利特的兒子 阿瑟姆從小就備受矚目 而他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阿瑟姆無論成績或者在校的人品都算很好 而且還是學校裡面的反霸凌博士 那在TV本篇中還有演出 學校的霸凌者有一次差點遭遇事故 就算阿瑟姆討厭那位霸凌者的同學 他仍然會不計前嫌的去救人 我想這就是阿瑟姆最好的人格品質 比起技術他更想要解決問題 比起煩惱他更把行動力付諸於行動 但就算是被這樣子強調人格高尚的阿瑟姆 還是有很多自己的煩惱 屬於英雄之子才有的煩惱 更被強調XRound的素質超高 價值能力極強 開發能力跟指揮力都滿點的天才超人 弗利特不一樣的是 阿瑟姆更加被強調的是他努力的部分 他並沒有像弗利特那樣與生俱癌的才氣 雖然阿瑟姆整體素質並不算差 但無敵的弗利特的光芒實在太強 阿瑟姆比起龍奧天 更像是默默耕耘等待發光機會的那種人 阿瑟姆的故事是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努力的煩人的故事 也因為他對父親的各種劣等感 在劇中可以看到阿瑟姆多次違反軍令 為的只是希望能夠接近父親一點點 剛剛提過阿瑟姆是高中生 在學校的生活其實一直都很平淡 在他17歲的那天 弗利特把救世主的正名 A局裝置交給了阿瑟姆 同時也把鋼彈的駕駛所有權交給他 讓他擊退攻擊殖民地的圍鋼 那剛剛有說過 阿瑟姆素質不如弗利特 但是也不是說多差 加上平常 阿瑟姆就是MS社團的高手 平時有在鍛鍊 所以第一次駕鋼彈他就上手 成功擊退攻擊殖民地的圍鋼 保護了所有人 人家18歲騎近戰就最屌了 阿瑟姆17歲有一台鋼彈可以開 最拉風 在學生時期 阿瑟姆除了學業 人格都受到很高的評價以外 他也交了一個轉學生好友 傑哈特 因為兩人都擁有超乎常人的才華 雖然想法上阿瑟姆比較天真 傑哈特算是比較現實主義的人 但最後兩人依然意氣相投 自然變成最好的朋友 因為自古經營出CP 對吧 但是傑哈特並不是單純的轉學生 而是圍鋼派來潛入 瞭解地球生態的間諜 一旦任務達成 時間到了 傑哈特還是得走人 而且在走前 還破壞了阿瑟姆等人居住的殖民地 阿瑟姆到最後一刻 傑哈特現出真面目前 都還是選擇相信他 受到衝擊的阿瑟姆 懷抱被自有背叛的疑惑下 加入了聯邦軍 附帶一提 他的坐機是鋼彈H2 這並不是因為明日野家的血緣 保送他的位置 而是他的成績跟各項素質都極高 自己爭取來的位置 從第一次駕駛H2的處女戰開始 阿瑟姆就不斷讓身邊的人 站在他的實力之高 雖然他的表現很好 沒讓身邊的人還有觀眾失望 但阿瑟姆身上的包袱 是很重的 當他在戰場上 再次遭遇到傑哈特時 嘗到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慘敗 凡人的實力終究有界限 面對A局世界觀中的新人類更是如此 現實是殘酷的 阿瑟姆不像弗莉特 有那麼高的X-Round的數值 相反的 他的X-Round的數值低到笑 是最爛的低級別 這樣的阿瑟姆 提認到了自己跟傑哈特 還有弗莉特的差距 一個是背叛自己 曾經的親友 另一個則是出生到現在 都是自己的壓力來源的父親 提認到了自己的資質 就是沒這兩個自己想超越的人高 阿瑟姆受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折 所以在劇中才會不斷做出違反軍令 甚至偷用從敵軍那搶來的 X-Round的能力征服裝置 這都只是因為阿瑟姆希望自己能夠 更接近那兩道高牆而已 如果說第一世代弗莉特的故事 講的是宿命、仇恨還有自我救贖 第三世代齊歐的故事 講的是互相理解的重要 那第二世代 阿瑟姆的故事主題 就是接受現實以及努力 這可能會讓人想到 Sid Destiny的命運計畫 為什麼我會不反對這種 因材施教的做法呢? 其實這個不僅現實生活已經實施了 更重要的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天生適合做什麼 又不適合做什麼 你有試著做過自己不擅長的事嗎? 阿瑟姆遇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他希望明天的自己能夠做到 其他人也能做到的事 他可覺得自己 砰! 一生就能變成別人 但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跟現實生活一樣 我們不見得會有自己理想中的才能 但我們可以活用自己現在有的一切 如果你沒有才能 又硬要做某件事情 就會變成一場浪費自己時間跟資源的災難 阿瑟姆在苦惱 碰壁好幾次之後 受到父親福利特的老戰友 白狼烏魯夫說的 不要想要當X-Rounder 你就當超級駕駛員就好啦 這句話啟發 阿瑟姆決定不搞什麼第六感 新人類X-Rounder 他要把身為駕駛員的基本功 操到最強 把自己的所有反射神經磨練到最頂尖 雖然永遠不可能用X-Rounder那種 神棍啊 預測敵人的攻擊 而且也不可能使用感應兵器 但阿瑟姆要活用自己的特質 自己的才能 在戰術上技術上 武器運用練度通通都專精 要成為超越現有所有駕駛員的 超級駕駛員 附帶一提 在機器人大戰中 超級駕駛員這個阿瑟姆專用的技能 等能力修正 是命中率跟迴避率追加50%的吊詭技能 這個加成比新人類還有X-Rounder都高 不靠天生神力 用自己僅有的才能去克服一些的阿瑟姆 之所以會讓我能投注更多的感情跟同理心 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有弗利特或者基拉的那種天生神力 講坦白的 我們不會是龍奧天 我們大多都是跟曾或者阿瑟姆一樣 必須努力發揮自己本來有的才能 才有機會闖出什麼的人 在第二世代篇的結尾的戰役 因為魔少年 魔中年 德西爾的計謀 阿瑟姆腦衝 被騙入的底陣之中 救他出來的是開導他的隊長烏魯夫 但為了救清通自己兒子的阿瑟姆 烏魯夫壯烈犧牲 再留下了遺言 做一個超越我的超級駕駛員吧 之後戰死 阿瑟姆看到烏魯夫陣亡 直接爆氣 靠反應跟H2所有武器的連結攻擊 碾壓X-Rounder中前幾強的德西爾 配上專屬處刑曲H2 命運的比端 那個畫面難到靠北 有興趣的觀眾一定要自己去看看 自熱戰之後 阿瑟姆字面上的成神了 從此你不會看到他有送給任何人的畫面 在擊倒德西爾後 超級駕駛員阿瑟姆 已經強大到足以跟先前單方面 碾壓自己的傑哈特五五波 打得正熱正憨的時候 阿瑟姆突然得知 維剛的要塞正朝地球落下的情報 比起打倒眼前的對手 超越那道高牆 阿瑟姆其實更在乎的是能不能夠保護朋友 所以他直接放棄決鬥 前去破壞落下中的要塞 而傑哈特雖然是維剛的一員 但他並不完全贊同要用要塞砸地球的攻擊 所以也加入了阿瑟姆的要塞破壞企劃 曾經是好友的兩人 雖然因為立場不同而敵對 但為了相同的目標 最後還是走在一起 確認過了傑哈特的真心之後 阿瑟姆明白 不是每個維剛都跟他爸講的一樣那麼激進 傑哈特還是他熟悉的那個好友 兩人在落下的要塞中和解後 完成要塞破壞任務 但因為要塞爆炸時的碎片差點砸中阿瑟姆 傑哈特捨身保護H2下落不明 兩人再次分道揚鑣 到了地球的阿瑟姆看著夕陽 見證了這場跟維剛的決戰收尾 這次決戰之後的阿瑟姆 因為攻擊跟戰果實在太耀眼了 所以升官成特務部隊的隊長 捐服甚至H2的機身都徹底被染白 阿瑟姆變成了第二代的白狼 在第二世代的最尾聲 阿瑟姆參加了弗利特策劃的政變計劃 把聯邦政府內所有的維剛間諜一網打盡 在那之後更跟青梅竹馬羅瑪莉結婚 嗯?我剛說明日裡的家 都不會跟自己的愛人走在一起 是啊,難道你認為阿瑟姆愛的真的是羅瑪莉嗎? 在剛但《Edge第三世代》的片開始時 我們觀眾會收到一個訊息 身為聯邦最強王牌的阿瑟姆 在一次的偵查任務中失蹤 僅留下了Edge裝置之後人間蒸發 被軍方判定死亡長達13年 沒錯,阿瑟姆的兒子第三世代的主角 齊歐他已經13歲 而實際上阿瑟姆根本就沒死 13年前駕駛H2的阿瑟姆 遇到保護古代武器資料庫 EXA-DB的護衛用MS 席德 為了抵抗那架MS的攻擊 阿瑟姆跟宇宙海盜 比錫迪安的成員一起迎戰 在激戰之後 阿瑟姆受到重傷 被海盜們收留 原本阿瑟姆根本不想留下來當海盜 但有些事情要脫離組織才能夠看得清楚 很多檯面上看不到的 無從得知的 做不到的 也只能作為海盜才能達成 比如說要警戒EXA-DB跟席德的存在 還有聯邦內仍有不少人是跟維剛私通的間諜 阿瑟姆當海盜後就專門挑這些人的下手攻擊 同時也因為以前有過維剛人的自由 傑哈特的緣故 阿瑟姆對維剛根本就沒有什麼敵意 但如果待在聯邦軍 那勢必會隨波逐流 不得不跟維剛殘殺下去 在各方考慮下 阿瑟姆作為宇宙海盜活了13年 既然沒辦法出只兩方覆水難受的戰況 那就自己成為第三勢力 在不殲滅任何一邊的情況下 讓聯邦跟維剛兩邊逐漸冷戰就行 實際上在阿瑟姆這13年的努力下 聯邦跟維剛的確沒有發生任何 像第一世代篇跟第二世代篇那樣的大型戰爭 全部都僅止於小規模衝突而已 那我其實當初在看Edge的時候 完全無法理解阿瑟姆的這種做法 但過了這麼久 我稍微能懂這個心理了 畢竟考慮到現實面 一個人停止戰爭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不僅動畫的世界裡面是這樣 現實世界裡你要讓有旗艦的國家突然言和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不要起大衝突就很不錯了 還跟你談和平共處 把紛爭從大事化小事化無 才是最接近現實的做法 雖然最妥協 但的確是最有可能實現的 在第三世代篇中 事隔13年 阿瑟姆終於跟家人相聚 在跟兒子交代了這幾年離開組之後 用更宏觀的角度 看到了世界觀後回歸戰場 阿瑟姆明確表示 他不認同弗利特要殲滅維剛的做法 他希望自己的兒子希歐 能找出跟自己不一樣的答案 解決這場戰爭 而在Edge的最終決戰片中 阿瑟姆再次遭遇傑哈特 這時候傑哈特為了實現伊甸計畫 已經犧牲了超多部下 背負了太多條人命 整個人都不對勁 他已經不再是當年善良 充滿熱情的傑哈特 阿瑟姆看到失去自我 正在痛苦的傑哈特時 決定跟他分出個高下 把他打醒 老古董 Edge 2的改裝品 黑暗獵犬 和最強的超級駕駛員 VX 當代最強技術結晶的雷吉爾斯鋼彈 配上X-Round的能力者的巔峰 誰能夠想到 成神的阿瑟姆 僅花了一分鐘不到 就靠老爺車 直接解體雷吉爾斯鋼彈 那個手法精緻到 我好想問 你為什麼這麼熟練啊 這段劇情當初在TV版 因為太過壓倒性 在第二世代篇改變成OVA的時候 還特別延長傑哈特的戰鬥表現 不然超沒看頭 在完全打垮傑哈特後 阿瑟姆終於聽到一直以來 不斷勉強自己承受責任的傑哈特 他真正的願望 他多希望聯邦跟維剛 沒有嫌隙也沒有戰爭 傑哈特希望他能夠 跟朋友們普通的活下去 對於瀕臨絕種的維剛人 傑哈特來說 在生命中最後的幸福 就是好好吐露隱藏已久的心聲 得到阿瑟姆的諒解後 安心離世 而阿瑟姆的確繼承了 傑哈特的最後希望 跟齊歐一起說服弗利特 在最後救贖維剛人 在故事的最結尾 AG3大主角一起終結了戰爭 阿瑟姆用意外的方式 達成了自有的夢想 不僅終結了百年的戰爭 也靠說服弗利特 而實現了維剛跟地球人 能夠好好相處 活下去的疑點 在決戰之後 世界太平 阿瑟姆回歸明日野家 活用當海盜時的經驗 看穿世界的局勢 會在戰爭之後 發生大量的資源不足的窘境 阿瑟姆把當年照顧他的宇宙海賊 全部從黑社會拉拔起來 成立資源開採跟宇宙探查公司 因為阿瑟姆的眼光太過敏銳 這家公司在戰略上走得比 政府跟其他企業都還要前端 阿瑟姆在最後變成壟斷資源的大企業的老闆 跟家人和平的度過了餘生 弗利特因為出生於戰爭的開端 他的人生充滿殘缺跟後悔 最後得到彌補遺憾的機會 其歐則是因為出生在和平年代 充滿天真 希望跟不放棄 算是很典型的鋼彈主角 不像上面這兩個人 一個追求殲滅 另一個追求完全的和平 這都是非常遠大的理想 阿瑟姆的人生充滿著跟現實妥協這件事 阿瑟姆一出生 維剛就跟地球幹起來了 本應該跟弗利特一樣討厭維剛的他 仍然保有自我 不被種族主義的弗利特影響 對維剛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沒有想過殲滅掉哪邊 也沒有想過能夠實現完美的和平 因為這就是現實 阿瑟姆只能選擇接受跟擁抱現實 不僅這樣 在人生的路上 因為自己的父親太過優秀 阿瑟姆好幾次被壓力搞到喘不過氣 也曾有過許多不切實際的期望跟希望 甚至也曾經放棄過自己的長處 想要變成別人 但最後阿瑟姆還是接受了 自己永遠不可能變成XRounder的現實 並找到自己最有實力的一塊 專精他 反而超出大家的預料 變成劇中的最強角色 阿瑟姆的故事充滿著對現實的妥協 但是他從來不會放棄 如果各位觀眾看完這支影片 覺得阿瑟姆的故事很有趣 不想看完整部Edge 或者你沒時間看 那麼我推薦你看 以阿瑟姆為主角的作品 剛帶了Edge Memory of Eden 他咖掉了所有阿瑟姆以外的劇情 只留下了最核心的故事 那以上就是我在阿瑟姆 明日野的整個心得跟解析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你對阿瑟姆有什麼想法 還是印象深刻的表現啊 我對碾壓德西爾跟TV版 最後表演一分鐘拆解雷吉爾斯 剛在那邊這是印象深刻 我從沒看過這麼流暢 這麼精熟的機體拆解秀 超級壓實員真的惹不起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 討論分享自己 影響深刻的阿瑟姆的表現 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按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因為訂閱的不見得 會跳出通知你的新影片 想要靠我分享生活的朋友 歡迎在留言區 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比 請製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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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